虎妮在村里摆摊卖烧烤 最后让村里变成了集市 大茶子粥 两分钱一碗咯 鸡蛋四分钱一个咯 一分钱就有音帮你煎得香喷喷的 徐志兴带着徐红英来到大哥家 跟罗昭弟打了声招呼 把东西放下 人就骑着车往柚子家跑去 半道上遇到徐春生 嗯 春生 你上村委干啥去 你去干啥我就干啥 嘿嘿 那你慢慢走吧 徐志兴说完 快步登了几下 后车座却被徐春生拉住 叔侄俩一路有说有笑地走到柚子家 此时柚子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呦哼 这都快大中午了 你猜起来啊 你妹妹在村头赚钱呢 你咋不去帮忙 徐志兴把车停靠一边 又把手里的包裹甩给柚子 上下左右的打量 嗯 虎妮干啥去了 柚子才刚起床 牙都还没有刷 脸也没有洗呢 就站在外面吸一会冷空气醒醒脑子 他二驳就来了 虎妮 早上不到七点就拿摔炮去找老三晚 哦 他就是爱热闹 堂兄弟俩看着徐志兴 跟个眉头苍蝇一样 到处乱窜 最后一头钻进了灶尖 我滴个凉泪 啊 里头是啥 是能勾衣服的线 不是羊毛线 嗨 这些颜色可真鲜艳 啥时候搞过来的 你这怎么不早点上镇上找我啊 这分分钟人家都能给你订完了 二伯 这线昨天晚上 还是白色带美点的瑕疵品 我跟虎妮 昨晚染大半夜才弄好的 你吹牛皮吧 你俩有这本事 还能染色 这老裁缝 就有门染色的手艺 传男不传女 而且这染色又得煮 又得洗 又得晾晒的 没有十天半个月 染不好一匹布 就这个颜色 你现在能染布 徐志兴立马把自己的外裤给脱下来 弄得两个侄子 赶紧捂住眼睛 你们五个屁的眼睛 我这里面还有穿线裤呢 徐志兴又把外面的工衣脱下来 他这套工服已经穿了好几年 颜色都已经洗得发白了 这天蓝色就跟他工衣以前的颜色一模一样 如果真的能染成 那就相当于他又有新衣服穿了 这一时半货也晾不干啊 你到时候穿着线裤在外面逛啊 什么长辈一点都不稳重 柚子还是听话的开始调色 二伯 这颜色可以不跟天空一样蓝 真不错 瓦蓝瓦蓝的 再深点 这颜色穿没几天又浅了 深色能穿久一点 你可拉倒吧 到时候人家轻一色的一样 就你颜色跟人家不一样 柚子也不搭理他的要求 就把明凡跟顾色剂也倒了进去 拿起衣服一起放进去浸泡 在等待的时间里 柚子跟他二伯两人一起商量着 这些东西该给什么价格 你这些毛线染好色 我全拿走 昨晚我跟妮儿都商量好了 家里全部人都留一件当过年衣服 好孩子 可是这样太浪费了 拿来卖多好 这些粗线的留着 还有两百个细线的可以卖啊 柚子站起身 跑去他妹妹的那屋 提了那个装毛线的麻袋 好家伙 这些细线 手套不得高级技工才有 徐志兴刚打开麻袋 就被面前击打白色手套给惊到了 哎哟 这个就给你两打 其他的留着到时候干活用 柚子把其中两打给抢了过来 拿出五六幅塞他大哥手里 这到时候开春干活才不动手 这小子现在赚的钱多 都拿好东西不当东西了 这染料看起来不难弄 我要是把所有的衣服重新染一遍 那岂不是都是新衣服啊 然后他就接收到了两个侄子的白眼 不由得小声嘟囔 你们还真以为我傻啊 这深色的肯定不能染 柚子没理他 自顾自地收起毛线 齐活做早饭 大哥 还吃点不 他不吃 我吃 现在吃点 到时候回镇上 就不用再去吃食堂了 嘿嘿嘿嘿 有肉不 我刚进村口的时候 虎妮儿还叫我吃肉串呢 行吧 也算运气好 给你吃一些新奇玩意 村长和马会计 一大早接几个 从农场转过来的老人和孩子 有个小孩发着高烧 村长担心出事 马会计 你年轻力壮的 快走几步 找村医等在晒谷场旁边的 茅草屋那里 知道了 村长 马会计刚进村口 就发现自己村里 好像有个急 三步一吆喝 马会计 来点鸡蛋不 大茶子来不来一碗呢 马会计看着热腾腾的 大茶子粥 还真别说 他有点饿了 不对 啥时候村子里能做买卖呢 这不是在投机倒把吗 你们都干啥呢 还不赶紧收起来 村长都要回来了 众人一听也不怕 就剩一两碗 来一碗吧 就两分钱 是啊 我这还剩三个鸡蛋 你都要了呗 里面有人帮你煎呢 给个一分钱 小虎妮就帮你煎得 喷香喷香 这时马会计看见村医 正举着黄白相见的鸡蛋 走了过来 那鸡蛋上面 还撒着星星点点的红调料 老李 村长让你等在茅草屋 你手里这玩意能好吃不 别有滋味 马会计也买了三个鸡蛋 和一碗大茶子粥 走进里面 让虎妮帮忙煎鸡蛋 会计书 别人两个得给我一分钱 你这三个 我也给你收一分钱得了 他这炭火 也就只够煎几个 这一早上的翻鸡蛋 都翻得手酸了 啥时候村里人这么舍得吃了 这和知青 没事煎啥鸡蛋吗 我只是出来玩一下 现在弄得 我一直蹲在这里脚 都开始抹了 虎妮煎完马会计的三个鸡蛋 大喊道 没火了 不煎了 我要去玩了 这声音正好传到了 刚要进村的村长众人耳朵里 上集说到 虎妮在村口摆摊卖烧烤 让村口变成了集市 此时村长从外面回来 看着好不热闹的村口 难道我进错了村子 确实是自己村 其他人不敢向村长兜售东西 只能站在一边抬头望天 老李 过来给车上的娃娃瞅瞅 村长把离得最近的赤脚医生 给喊了过去 看着他三口两口的塞东西进嘴里 不由皱着眉头说 哼 咋的 你还怕我抢你吃的 嘿嘿 不是 怕冷了不好吃 让他们都进茅草屋里吧 外头冷 我这孙女已经烧了两天了 可以麻烦你先给她看吗 村医赶紧抱着小姑娘 就进了离得最近的一间茅草屋 五间茅草屋 自己挑一个柱 其他人解散吧 村长说完也进去看小姑娘了 大茶子粥 要不要 一碗两分 没碗了 自己拿碗装 赖以冒欠了 一梦国从行李里掏出一个小锅 大牛媳妇喜滋滋地用碗摇起粥 等到第五碗只剩个底 你运气不错 都给你得了 然后就把锅底刮得干净 那边小丫头有煎鸡蛋 大牛媳妇话音还没落 就听到村长好像要出来了 赶紧逃离现场 老伙伴们 先把住了地方收拾一下吧 几个老头开始进茅草屋收拾 此时村长从走了出来 虎妮看见村长走了过来 不由得大喊 没了 没了 不加工了 这离数那么近 等会要是火星子飞到上边去 合杂整 赶紧收拾完回家去 能给叔弄一个不 我这早上来回奔波的肚子都饿了 主要他看见马快记跟赤脚医生都吃过 这一村之长 好歹也得不能输于人前 这有啥难的 就锅里这个送你了 这鸡蛋 还是别人给他的工费呢 放在身上怕摔碎了 他两个哥哥都已经跑去完了 只要弄完这最后一个 他也可以玩了 等村长拿到煎鸡蛋 嘱咐虎妮别玩大火 就一路显白的往家走 其他人也都陆陆续续的走了 此时一梦国走了过来 还带了一个小豆丁 一大一小眼巴巴的盯着虎妮的烤盘 虎妮看着炉子探火还没灭 要煎啥 我给你们煎 煎空气 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空气难搞 弄点容易的 虎妮往篮子里面翻找 里面还剩下三条肉肠 这还是他忘记才剩下的 里面都是肉 看你们刚来村里 伴送给你们 给我三毛钱就行了 这可是三个鸡蛋才能换一根的呀 瞅他们的样就知道饿久了 小娃都皮包骨了 那多谢了 虎妮煎好后 把东西递给易梦国 小娃吃可得注意这头尖尖的签子 等一下他不懂 嘴巴都得戳烂了 虎妮把火灭了 把东西收拾好 跟徐秋良拿着东西一起回家了 虎妮一回到家 就看到柚子 拿着一大把肉串 站在院子中央 哥 你拿着羊肉串干嘛呢 二伯想吃 咱家小生意人回来了 这一大早赚不牢少啊 哪有啊 我赚个热闹而已 大哥也在呀 你帮我把这些钱数一下吗 虎妮把贴身放在兜里面的 一大把一分钱 都拿出来 放在篮子里面 这钱太琐碎了 数了没啥成就感 妮儿 这里还有几招 当时很忙的时候 人家把钱给了徐秋良 一时手忙脚乱 忘了拿点虎妮了 徐春生宠溺地看着他们 把那些皱成一团的钱 好好地折叠好 三哥 我去拿卖鱼分的钱给你 虎妮颠颠地 就跑进西屋里面去 过了一会 就拿了三张大钱出来 这大团结呀 多不好意思啊 我大哥卖鱼都没分我钱呢 这拿弟弟妹妹的钱太难为情了 嘿嘿嘿 徐秋良拿过最大的钱 就是一块钱 这大团结还是第一次拿 而且还是三张 行了 你过一下手引得了 哥帮你收起来啊 徐秋良手里的钱 被徐春生给抽了去 还当着他的面 藏进了衣服口袋里 哪有这样子的呀 一分钱都不给我试吧 这是我的辛苦钱啊 老大 你这不是打击他积极赚钱的心吗 你好歹给点好处 让他开心开心 那行吧 给你五毛钱 大哥 你也太抠嗽了吧 拿我三张大团结 你一块钱都不舍得给我 咱娘还肯给我一块钱呢 不行你就把钱还给我 我拿去给娘换一块钱去 哼 给 给 我全身上下就八毛钱 爱要不要 徐春生把身上所有的钱 都塞到他弟手里 把篮子递给虎妮 你自己数钱吧 我先回去了 然后提起柚子装好的毛线跑了 徐秋良也拿着钱 跑去找徐红兵玩去了 一共一块六毛五分钱 虎妮把数好的钱 在他二伯面前甩了甩 嗯 二伯 你今天不上班吗 现在都多晚了 你还在这里吃 等会赶得上中午上班吗 嗯 你咋就穿着线裤坐在这里呀 外裤咋就脱下来了呢 这晾着的工衣是你的吗 哦 徐智欣抬眼瞅了外面的天 确实是有点晚了 哎呀我的天哪 我得赶紧回去 柚子 拿着麻袋给我装东西 徐智欣把外裤穿好 摸了摸 只是微干 只要穿着吹吹风 到镇上就干透了 工衣拿着就行了 倒是上帮再穿 柚子这时从东屋里面 提了一个篮子的东西 这些都是平常留着当年里的东西 二伯 这些东西 你留着给二伯娘家里送点去 别自己都吃了 嘿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我还能不懂吗 哼